你是否曾经想过 全宇宙最冷的物品究竟有多冷呢 我们地球上哪个地点是有史以来记录最低的温度呢 那你就来对地方了 从比你家里冰箱冷度的3.95亿倍 到整个宇宙中最寒冷的物体 这段影片将会告诉你 宇宙中的一些地方和物体 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哭喊 甚至短短几秒钟的暴露就足以杀死你 你好 我是阿姨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全宇宙最冷的物体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地球上人类居住最冷的地方 这是俄罗斯一个名为欧米亚管的边缘村庄 平均温度竟达到了-50摄氏度 这里曾经最低温的记录为-71度 真的可说是冷到发疯 那么有点讽刺的是欧米亚管这个名字 意味着无法冻结的水 这是因为该阵靠近温泉 最初的地点是驯鹿木人专用的 他们会在较温暖的春天 利用这个地点给他们的羊群喝水 那么也就因为这里太冷了 连在室外戴眼镜都会导致眼镜直接就连在你的皮肤上 还有一位摄影师当时参观了这个村庄 并回报说他口中的垂液会冻结成小冰柱 刺破他的嘴唇 另外很多人认为 珠穆朗玛峰的峰顶是地球上最冷的无人寄住点 那里的天气异常寒冷 导致了无数登山者因超低温而死亡 但是你知道吗 就算在最低温记录-60度的情况下 这里根本就称不像是地球最冷的地方 前几年科学家才正式发现地球上最冷的无人寄住点 那是南极附近的俄罗斯Bostik天文气象站 最低温度记录为摄氏-89.2度 但在2018年6月这项记录被打破了 此新地点是由卫星发现 位于南极洲深处的冰盖上 这里的最低温记录也是目前新的世界记录 是摄氏-97度 已经几乎接近零下100度了 研究人员说 那里是如此的寒冷 会让人感觉自己身在另一个星球上 那么这种温度可不是开玩笑的啊 这可是非常非常危险 俄罗斯科学家在前往该地点时 不得不配戴特殊的呼吸器具 他们说 如果没戴面罩 呼吸个几下就足以导致你的肺部出血 自泥于死 接下来也许很多人会说 太阳系中最冷的行星应该就是冥王星 毕竟它离太阳最远 那么这原本是个事实 但直到2006年 它被重新归类为矮行星 因此太阳系中最冷行星的宝座 已经让给海王星 海王星的气温 常骤降到-218度 比珠穆朗玛风的低温 还要冷接近四倍 那么这种极低的温度 会让你在几秒钟的暴露内 就冻结全身 就算你真的到那里旅行 并在几度酷寒中存活下来 那么海王星上的风 肯定还是会照样杀了你 那是因为那里的猛烈暴风 清洗风速达到了每小时550公里 这可是地球上最猛烈的 台风的两倍速度 我们的宇宙中 存在着一个叫 毁力棒的星云 也被称为领结星云 它是一种行星状星云 距离我们的地球 大约有5000光年 它的本质上 是一个绝对巨大的气体和尘埃云 那么在所有观察到的星云中 这个毁力棒星云 被认为是最寒冷的 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低温 负272度 它几乎是我们目前所知 整个宇宙中最冷的椅子物体 还记得我们说过 海王星上的风暴 是每小时550公里 对吧 但与这个星云上的风相比 海王星这些风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甚至连边都扯不上 毁力棒上的风速 是瞠目结舌的 每小时50万公里 所以可以想象 陷入这股力量 只会让你直接瓦解 你就会像是站在一颗 正爆炸的核弹旁边 那么这股风 被认为就是超低温的原因 另外 黑洞是一种 从一个极端 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温度 在黑洞外面 会是几度的热 重力会把物质 吸引至黑洞内部 但在黑洞里面的话 将会非常非常冷 科学家了解到温度 是分子运动的衡量标准 通过这个原理 我们可以了解 为什么黑洞中心的温度 将会是几度寒冷 据说 黑洞会吸入周围物质 并用不可思议的力量 压缩它们 在黑洞中心 黑洞会将分子压碎到几线的程度 使得它们完全没有任何移动或振动的空间 因此 有些超大型黑洞的中心温度 被认为是摄氏-273度 这就已经非常接近所谓的绝对领度 这是任何物体可能达到的最低温度 终而使黑洞的中心成为宇宙中一只最冷的自然物体 但是 真正最冷的一只物体 其实是由我们地球上的人类创造出来的 是的 它比海王星星云或黑洞更冷 意大利的一间实验室 设法使用这为Cryostat的低温恒温机器 这可是一台非常复杂的机器 用来冷却一个铜块 而且达到了-273.144度 仅比绝对领度高0.006度 所以 什么是绝对领度呢 它代表着温度变得极低 低到连物体的原子都停止移动 这次最低的可能温度 已经无法再变得更冷 以至于物质中也完全没有任何的热能残留 因此 没有什么温度比绝对领度还要更低 到目前为止 人类可以达到的最冷温度 是透过使用NASA制造的 成为冷原子实验室的机器所实现的 这台机器的工作原理 是将原子云置于真空的中心 用磁铁将它们固定到位 然后照射大量强烈的雷射光穿过原子 透过使用这种方法 冷原子实验室可以达到 只高于绝对领度 0.10个01度的温度 你也许会认为 实验室达到这些超低温 是蛮令人印象深刻的 但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科学家相信 从长远来看 这些实验有可能带领他们进行 高精度物理应用 并发现宇宙中的暗能量 你认为绝对领度是什么样的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受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 拜拜